大家好,我是小杨 黄瓜我们别再凉拌着吃了 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咸香入味,特别的好吃开胃 首先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黄瓜 先像这样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切成厚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改刀切成黄瓜丁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黄瓜的时候 价格经济又实惠 切好之后收在大碗里面 接着再往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如果黄瓜比较多的话 可以多放上两个鸡蛋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粒黄瓜都沾上鸡蛋液 最后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再准备上一个土豆切成厚片 如果不喜欢吃土豆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蔬菜 然后再切成细丝 最后改刀切成小丁 我这里选择土豆 一是增加它的口感 二是土豆里面含有淀粉 可以增加它的粘性 切好之后和黄瓜丁收在一起 往里面加点食用盐 再来点白胡椒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调味料搅拌化开 搅拌好之后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普通面粉 继续搅拌均匀 如果感觉太干 我们可以往里面少加一点清水 最后搅拌成这种比较偏稠一点的面糊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再准备上几朵清洗干净的香菇 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我们再稍微给它剁一下 收入盘中备用 准备上半根红萝卜 切成薄片 最后把红萝卜也切成小丁 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上半个青椒 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和红萝卜收在一起 锅中加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搅拌好的面糊倒入里面 用铲子不平整理均匀 像这样整理平整之后 盖上盖子 烙至底面定型 底面定型之后 借助一个盘子再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用中小火烙上两分钟 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蚝油 再来点生抽 再放点白糖提鲜 加入一大勺淀粉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淀粉搅拌融化 像这样就可以 这个时候黄瓜饼也已经烙好了 两面金黄 把黄瓜饼取出来 先放入盘中备用 锅里面加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放入两块钱的肉沫 把肉沫翻炒至变色 茶好之后再加入葱花翻炒出香味 喜欢吃姜的朋友可以放点姜沫 翻炒均匀之后再把香菇丁加入里面 翻炒均匀 搅拌好之后再把青椒丁和胡萝卜丁也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这里我们要多翻炒一会儿 把青椒丁翻炒至断生 炒好后再把搅拌好的料汁加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开大火不停的搅拌 最后把汤汁收至像这样微微有点粘稠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直接放在黄瓜饼上面 好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肉末黄瓜饼就这样做好了 有肉有菜也有面 还可以用它来当做主食 黄瓜这样做出来真的是太好吃了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